買菜也許不難 但要用這幾天學到的英文來溝通 可就不簡單了 還好每樣菜都有英文標示 家福中心 數其夏令營 課程好有趣和生活息息相關 煮菜 還有一些語文 就是日語和英語 外國人可以用一些 他們的語言跟他們溝通 很多家長是早出晚歸的在工作上面 那我們期望說透過烹飪這件事情 讓他們至少了解怎麼組這件事情 考量到許多的孩子來自擔心家庭 或是隔代教養 家福中心希望這些孩子 也能減少外食的機會 而這一連串的課程 都是由大學社工系的同學自願來承擔 雖然很累 可是看到他們笑得很開心 很感動 當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有衝突的話 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解決 或者是幫他們解決問題 或者是用我之前在學校學過的 然後運用在這裡面 大學生當助公公報會所學規劃課程 孩子不但學會簡單做料理 吃得更健康也不再害怕學習英文 大學新聞配置鄭瑞平台南報導